在两球路后的情况下,河北华夏幸福决地反击,难平了广州复利,而且下半场华夏幸福的绝对得分机会也远多于对手。 只是运气不将未能完成大逆转,而华夏的突然觉醒,就是从新远下来比进入加进开始的,华夏幸福本赛季的成绩并不理想,虽然球队完成了换帅,但和尔曼上任后连续两场比赛都0比0占平,积分榜上已经跌到了第十,而本场比赛对手复利比华夏幸福多出一分。 对自从深入中超后的目标,就是打进亚冠的华夏幸福而言,本赛季生余的每一场比赛都很关键。 更不利的是,球队进攻和先拉维奇无法出战,导致球队实力首轮,新远卡埃比泽迎来了机会。 加尔比赛开始后,复利却反克为主频频制造威胁,扎哈维第十八分钟取得进球,华夏幸福的运气也比较差。 埃尔纳内斯第21分钟就阴上离场,董学生的投球攻门击中立柱。 第35分钟,华夏幸福在遭打击,连连琐势进球机会的他们,反而为雷拉尔迪尼奥尔攻入一球。 第42分钟,看台上的华夏主场球迷起喊唐山。 唐山,以此纪念唐山大地震42周年,场面十分感人。 1976年7月28日凌晨,河北唐山发生了强度里17.8级地震,造成242,769人死亡,16.4万人重伤。 被恋爱,连世纪事件地震时死亡人数第二。 求你用这样的方式免怀使者,想撤球场的声音,向华夏幸福球员如梦,出行。 仅在三分钟后,董学生就接卡艾比的投球助攻颁回一球。 董学生的进球非常关键。 如果华夏幸福是带着0比2的比分进入下半场,复利防守反击打起来会更成容。 下半场开始后,华夏幸福继续发力。 第52分钟董学生投球每开二度将比分扳平。 而且整个下半场,华夏幸福都占据着明显的优势。 董学生,王秋宁,张承栋,胡仁天,夏安比都有进球的机会。 可惜运气不是很好。 从数据来看,华夏幸福下半场空球率达到61.9%。 赤门数16比6绝对领先于复利。 摄政数数更是7比0。 传球数232次几乎是对手的两败。 进攻主导率73.1%。 复利仅26.9%。 赤门球数5比1,角球数更是达到7比0。 可以说,华夏幸福在下半场,几乎是按住复利猛攻,为能完成逆转实在是有所不甘。 上演首秀的卡埃比虽然没有进球,但几次处理球都显示了不足的水准。 而且董学生的首个进球,也是来自于他的助攻。 第50分钟,卡埃比都射弧线球打门非常漂亮。 第74分钟接单至棚转中的凌空抽射也很精彩。 不过两次都被表现神勇的复利门奖成热雷化解。 卡埃比的能力还表现在做球方面。 他为董学生多次创造机会。 可以想象,在卡埃比和新队友进一步磨合,再加上拉维奇付出后,华夏幸福在前场的攻击力更值得期待。 下半赛季或许能够重新删入积分爆前列。 高文CM的也则证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。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